哈喽,我们今天来聊聊关于动力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常常遇到一些状况就是 其实我们也知道该做什么 但是就觉得自己动力不足 然后提不起劲 甚至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成为了所谓 最近大家在讲的躺平主 那其实这个过程中感受一定是非常的差 甚至是非常焦虑 因为当我们知道怎么做 或是该做什么 可是我们却迟迟一直没有行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可能会陆入一种叫做自我怀疑 甚至呢我们会开始指责自己 那坦白说如果我们开始做了 这个自我怀疑跟指责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更容易进入到一个叫做 拖延的回圈 为什么这样会拖延呢 因为当你知道这件事情想做需要做 但是你可能没有动力做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再缓一缓 或是再等一等 或者是等我状态好再来开始 或者是等我学多一点再来开始 那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很多事情你没有开始 是不会有往后走的结果的 甚至有时候我们常说 等我学会我们再来做 事实上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你边做边学的 所以做中学学中做 这个是一个最棒的一个方式 但是话说回来 如果我们真的动力不足 那怎么办呢 难道我真的就是这么懒惰 我真的就这么糟糕吗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 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 他天生就是喜欢节能的 他喜欢不要耗费这么多的能量 因为他平常都一直在耗费能量对吗 所以当他喜欢不要耗费能量的意思是 你天生其实都是懒惰的 你天生其实都是懒惰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可是有些人会说 我就有看过有些人蛮认真 蛮努力的啊 那这样子好像不太合逻辑 如果天生是懒惰的 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勤劳 那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很关键的要素 这些的关键点呢 或许也是各位 你在生活当中 你可能还少了这个步骤 少了这个要素如此而已 就要跟大家讲 事实上其实最有能量的动力来源是来自于身份 来自于你给自己设定了什么身份 你设定了什么样的身份认同 就会有不同的力量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各位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在场的大家 你可能真的对于学习 对于阅读 你可能没有那么的喜欢 没有那么在行 但是有没有可能你今天是一位老师 你今天在课堂上的时候 如果有学生他觉得不需要阅读 他觉得阅读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你是老师的身份 你是否会想要有正面的影响力 能够鼓励他 能够持续学习 或许我们都同意 学习未必定从书本 但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同意一件事情 透过书本学习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所以当我们身份设定呢 其实你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 纵使你可能不一定擅长 但是因为你是这样的角色 你是这样的身份 你就想把最 因为这样的身份的过程 该做的事情 你就会想要把它做好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母亲这个角色 做的母亲在成为母亲之前 应该都是一位少女 应该都是一位有自己想要追求的 然后有自己很棒的一个生活 以及就是可能也会跟闺蜜们一起出去玩 然后一起好好地享受这个世界 但是当我们拥有了这个母亲的身份 你会发觉到 是不是这个少女 她瞬间变成一位母亲的时候 她看待事情 选择都会不太一样的 以往可能就只要顾好自己就好了 自己开心就好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是母亲 所以我有一个责任 当我们有这个责任之后 请问如果不会换尿布 如果不知道怎么泡奶 如果小孩发烧了 这些是不是可能过去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但是因为你是一位母亲 所以你其实就很快地学会了 所以这点其实非常关键的是 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你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就会决定你的行为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的行动力不足 其实是源自于我们的身份认同设定的不够明确 或者是我们对于这身份的认同度 其实是有待商榷 也就是或许我们自我在拉拔 我们对于这个身份 有一点质疑 有点怀疑 所以导致我们在做任何决定 跟执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力不从心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每一个人的大脑 都是天生懒惰的 但是总是有人 他们非常积极 非常努力的 一直持续地往前 而且你可以看见 他的动力似乎一直源源不绝 其实最背后的这个秘密 就是身份认同 所以各位来说也是 如果我们今天在职场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只是把这个工作定位成 我只是耗我的时间来换 我应该得到的金钱 那你这样的角色定位 想当然我们的过程跟结果就是 我们一定有非常多的计较 我们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寒扣 我们一定就会去计算 怎么样能够是CP值最高的 花少一点时间 然后赚多一点的钱 如果没办法赚多一点的钱 那么我们就是想的是 如何花更少的时间 然后赚一样的钱 那是不是这样看起来 CP值是最高的 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很常在做决定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我们很容易用大脑去思考 什么叫大脑去思考呢 就是我们很喜欢用所谓的得思 来判断是否应该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很在意 每一件事情我做的 能不能马上拿到什么结果 如果没办法马上拿到结果 我们可能就不愿意做 或者是我们就会拖延 一直把它往后摆 但是我们能不能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世界上所有有价值的事情 它都不一定马上会带来丰厚的果实 所以当我们用得思心在判断 在做决定的时候 坦白说 我们往往其实都会下错决定 而也就是因为这些的决定 这些的选择 才导致了我们成为谁 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甚至我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翻转这样子的一个回圈 也就是我们先从我们的身份设定起 当我们注定设定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就会去思考 那我应该做什么 可以满足这样子的一个身份认同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设定的是 我是一位健康的人 我是一个非常重视健康的人 当我们这样设定之后 请问各位今天当眼前有一些饮食的选择 可能有一些比较NG的食物 跟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当我们都可以选的时候 这时候对你来说 其实你会选择健康的食物的这个比例 就会高很多 为什么 并不是因为你好可怜 你被受限 你被限制不可以吃炸的 你被限制不可以吃这些NG的东西 而是因为你的身份就是一个重视健康的人 因此都可以选 你都可以吃 但是你总是选择符合你身份 该有的一个状况 包括如果我们今天身为父母 我们可能过去也有不小心一些坏习惯 比如说可能会讲脏话 或者是有些闯红灯这种恶喜 但是当你成为了父母的时候 你会希望成为孩子的榜样 所以此时的你就算你可能这个恶喜 还没有马上改掉 但是你是不是就会因此 想要有做一些的改变 为了小孩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 因为你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就想鼓励大家 其实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动力的时候 错不在你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天生都是懒惰的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从我们的身份认同着手 意思是你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或许我想要成为家庭的骄傲 或许我想要成为孩子的榜样 或许我想要成为我好兄弟或是好闺蜜 之间的这个一道光 或者是我想要成为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这个榜样 都有可能 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你会发觉因为你这个身份 所以你在做任何决定跟选择 你会非常有力量 而且不用有人监督你 你自然而来你自己就会想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你就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你就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身份认同带来的非常大的力量 希望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 能够帮助各位从这个常常觉得自己很无力 很没有行动力这件事情 能够脱离 能够离开这样子的恶性循环 我们可以从身份认同着手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很开心大家听到这边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 大家拜拜